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元 今天又要出门了 又是因为工作啊 好了 我刚才说我说做一个宅男 有时候就是有一些甜蜜负担的 就比如说我很不爱出门 然后每次来的时候姚姐 我的妆发老师 姚姐会买一份早餐 然后你又会买一份早餐 但是这个一份呢 不单单是一份 而是你们买一袋 但你们没有吃完呢 又不会带走 而我呢 我一般也不会下楼 就是929就攒到了那 就是我的甜蜜负担 那你就是说你上一次攒到了啥时候 我上一次 上一次攒到了昨天 你们来之前 我觉得我是要收拾一下的 因为你肯定要拍点东西 中间距离多久 6个小时 我确实的凌晨才下去把它丢掉了 好的我要继续装饭了 今天去哪都不知道 你最近在家干嘛呢 玩几天王子荣耀 你王子荣耀最近打的咋样 打的就是怎么说呢 你说他不怎么样 他胜率还挺高的 你说他怎么样 胜率高 但是打来打去也只是 从钻石上到了星药 因为我很久都没玩了 他给我定段位定 定到了钻石五 那队员马上要和职业选手一起打比赛 心情如何 感谢我这么猜 你们还能愿意让职业选手跟我一起打 你平常都打什么位置 我是真的什么位置都打我不挑 我一般如果就是他们一进来 我的队友没有亮出他们要选什么英雄 我就自己选我的 他们如果都纷纷亮出自己要玩的英雄 那我就会帮抢 然后补 对最最后给我啥我就去 我已经屏出来了 该不坑的人 他玩什么位置什么英雄都不会坑 该坑的人给他带好的位置 再熟悉的位置他也会坑 那你最近跟猫猫一起打了吧 打了 你看一下他的技术 他技术是有的 但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那种急需要他的时候 然后他也就是有装备的时候 容易被别人盯上 然后盯上之后就会死 但是呢在这种局面我们不能死 就孤单英雄必须战存 他平时就是如果打 打顺风局一点问题都没有 打逆风局就看他浪不浪了 有时候他就是可能会有点上头 那你可能会打不收入吗 没收入过 那我不要找就会试一把 可以 那朋友买什么位置 朋友打厕所 那你会给他打辅助吗 我一般不会 我觉得我给他打辅助 就浪费了一个C的位置 我真的非常期待30号 你们连麦打游戏 连麦你30号到底给我连到谁了 我有一个问题 他们有人说 翘二郎腿会脊柱侧弯 那我先翘左边这条 然后我翘5分钟再翘右边这条 脊柱是不是就会被拉直了 他又会左右都弯 在那一间朝一弯 上面也就超高 那不是变形金刚了吗 讲道理他不应该抵消了吗 对吧 我上面就这么多 没太高 真的吗 真的 你看政府医生 哇 我真是个天才 撇书了 我真的是 为什么会有我这种 哼 我真是鬼才 所以我PPL 对不对 谁在吃你PPL 真的真的没有人 每天给我发 让我用索纳卡 我世界上 没有什么 谁 要不是你给我发的 我把今天我们所有的手机都吃了 完了 咱今天这个要播了 然后他们后面就传下去 因为我强说他一顿六个手机 开始各种乱腾 那也传可以别传太厉害 是吧 是吧 啊 啊 哇这 哇这不会就是层层加吗 哇 这是可以说的吗 哇 从六个手机变到了十个 哇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哇 我说还有不喜欢李永浩的人吗 我不许有人还不喜欢李永浩 如果有 那我们就干什么呢 我们就是一个 真正物种多样性 哈哈哈 还有谁否定我的观点吗 那我们赶紧硬合回去 对啊 对啊 看 多么厉害 对不对 对 因为强哥流传的江湖 看一看 哈哈哈 哦 你记得打一个小爽 很爽 江湖上 不会有我的传说 只会留下来我吹索娜的声音 算了 我犯这个毛费小球 谢谢 没意思 我跟你讲 你不懂真正的搞笑 算了我就是小学生 怎么样 你报警抓我呀 谁能在冬天拒绝一个毛贝心呢 没有人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岩 然后呢 我的宣传老师一定说 要我把这个出门的过程记录下来 好现在我给大家记录一下 可能就是我不记录 大家一定不知道 英雄强出门是怎么出的吧 出门呢 首先 你要走到这个门旁边 然后你把这个脚呢 你看 就是这个脚 你要 哎卖到这边 这里有个坎 你注意不要让它绊倒 然后呢 你把这个脚 再从这边迈过来 跨过这个坎 然后这个门呢 就出来了 对就是这样 好的 我们现在就是成功出门了 我们成功出门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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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